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4日 大事来了,网传 胡锦涛已经过世 这个消息已经前几天就有传播 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今天看到了推特上 这应该是谢万钧发布的一个推特 据传温家宝拒绝参加胡锦涛智商委员会 要求追查胡锦涛的词音 西家朝廷违级四伏 快要翻盖了 给大家看网上的截图 推特上面的,不是我在这造谣 有来源的,大家看一下 这条消息 因为最早报道胡锦涛过世 应该是蒋网正小朋友的视频 后来又得到消息说是抢救回来了 就是死去活来 胡锦涛身体一直不好 这是肯定的 而且心情也不好 这么大年龄了,七老八十了 生老病死也在意料当中 只是他的过世 如果中共不开追导会 交代不过去 如果开追导会就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因为什么呢 他在目前中共党内算是一个 矫醉习近平比较温和的一个领导人 也就是在胡锦涛时代相对对外政策 外交政策 比较韬光养灰 比较隐忍 对内修养升级不折腾 这些都比习近平好得多 习近平是越疯狂 人们越怀念胡锦涛时代 所以这个消息多多说 还有一定道理 假如习近平真的让温家宝参加这个 胡锦涛智商委员会 那温家宝如果不参加 只能提出他的理由 问题是温家宝因为这个胆量 现在还有待查证 这篇文章是这样讲的 这个小视频这样讲的 就是被软禁的胡锦涛已经去世 宣布不宣布就在八管又不八管之间 因为他们的高级领导干嘛待遇好 医疗的资源是围绕了他们 即使是政敌都败了 他的肯定是医疗条件还是了得的 也就是他可能抢救茶血管身上 你要去管拔了就叫死了呗 不拔那就算心脏还在跳动 延续生命啊 习近平现在感到非常恐惧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习近平是不是缺席立场 报金专活的 现在不清楚还等待观察 不过有一点是真的 啊这是我看出的啊 不是他推特上 这是我观察看出来的 这就是不是咱们崔岭说啊 不是会也是真景 也是多多小少春江碎暖 亚县之人大新闻来了 你们看今天新华社刚刚发布的消息 刘国宗在辽宁内蒙古调研是强调 全力以赴抓好秋季农业生产 为推动经济运行 持续向好提供保障 你看这新闻表面 中共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刘国宗是谁 刘国宗是西远平的铁哥们 西家军的铁杆 习近平现在国内的安全 主要是靠西远平 靠彭里边啊 习近平为什么这次没带彭里边 就和他感觉到自己的大事不妙 政权部闻有关 所以他现在应该讲到后宫啊 这些他的亲友 这个在掌控的权力 也未必是什么李强 李强就是根本跑腿的啊 所以这个刘国宗的活动啊值得关注 6月8月23号到24号两天 他到了辽宁内蒙 表面讲是秋季生产任务 因为他负责山农啊 他去好像也顺利成长 但是你想想 中国农业的大省很多啊 辽宁内蒙能数得上吗 吉林市 吉林市辽宁市是这个粮食生产大厂 大的地方 大的省 对吧 山东也是啊 他为什么不到山东到这个吉林去啊 他为什么不到辽宁和内蒙 辽宁是李克强的老曹 你知道吧 习近平离开了北京 去报金钻到南非最危险的领域 都是什么 对立派所在的领域 老曹 安徽 辽宁 内蒙是胡春华的老曹 对吧 再加上习近平这十多年来折腾 抓腐败分子 抓的最多就是辽宁和内蒙 内蒙古啊 胡春华的嫡妻已经全部斩尽杀绝了 应该这样讲啊 据说是62个厅级干部都抓了 辽宁正在进行前 前所未有的反腐败 市镇公安厅全抓起来了 现在还在抓 据说刘七番是习近平的嫡妻啊 说是准备把辽宁省的四大班子 有腐败问题的全部要抓起来啊 历任的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据说啊 我们来看看刘国宁来以后 以什么名义 就是什么呢 抓好秋季生产 确保粮食农产品的稳定 安全补给 为推动经济运行 向好提供保障 那当然了 经济也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内斗啊 也就是说他担心呢 国内出事儿 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在金钻的会议上 心不在意 这个眼睛卡不卡不 是吧 心里恐慌啊 着急啊 这个一方面要想指引全球前进 要哄着金钻这个国家 当老大 另一方面呢 还怕后边起火 后边估计可能已经出事儿了 刚才讲到了抚养 是不是啊 坦克上了这个 这个 这个火车 呼噜呼噜到底往哪里跑 咱们不知道 还有这个霸州的老百姓 已经动起来了 是吧 规模很大的 这个示威活动啊 给市政府的墙子 玻璃都砸了 是不是啊 紧接着还会有很多啊 你看天津 着急大火 这都是内斗 不是什么的安全事故 你想 辽宁省发生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 李乐城 他是湖北的 是吧 石叶爆炸 就是他这个领地 爆完炸了 竟然他调他到辽宁当省长 辽宁地方官很有意见 所以那天是 黄古区大爆炸 对吧 到现在没公布内情 我个人猜测 应该是搞破坏 就对立派 是吧 我们明明可以有生长 为什么不用我们的人 地方官有给你搞一下 这如同重庆不就是吗 武龙大 武龙大食堂爆炸 是吧 那是唐良智 调到安徽去了 说发配到安徽去 当政协主席 没当上重庆市委书记 陈敏儿呢 他俩两败俱伤 陈敏儿 给他赶到了这个天井去了啊 这个也没重用 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事故啊 官方公布的都是假消息 什么安全事故 都和官员有关 内斗有关 因为最近正在整天井 这个深村南的人 那肯定天井的他的嫡妻 要给你搞一搞 所以这场大火很诡异啊 所以同样的 辽宁啊 还有内蒙 不安全 我估计这个刘伯仲是奉西平子命 西平可能亲自打电话 赶快叫郭仲去一趟辽宁 啊 千万别让这个李克强的地心 胡宋华第一 在趁我在外访期间 在国内搞事 搞事 事的麻烦就大了 是吧 你看 力度非常激烈啊 当然刘国宗 讲得很好听啊 是来到了这个养殖厂 农牧公司合作社 了解生猪生产 奶液发展 肉肋和随产品养殖 等等等等 还讲到菜篮子 讲到这个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还有这个标准化的养殖 还有科技运用 这个等等等等 这都表面现象 还讲到脱贫空间 我再次强调 辽宁内蒙啊 不是他这个 说讲的 他是搞什么农业 这方面视察 更重要是完成西平交给他的维稳任务 防止对立派搞事 去盯住 看辽宁都有什么人 不服气 然后刘其帆回向的汇报 内蒙古也是现在也派他的人 在那搞的鸡飞骨跳 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中共国内现在是 可以这样讲吧 高度紧张 香港也是 你看香港李嘉诚 大泡麦 紧急李兆基 也跟上去了 腰斩五折 这证明什么呢 都想逃了 再不逃来不及了 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将发生全面的动乱 你们等着看吧 你看 这是万维网刚才发表另一条消息 抓特务了 体制内的岗位 紧排归 奖励学生举报亲属 因为习近平的办法就是什么 挑起群众斗群众 让你们警民冲突 让你社会整个动荡 就是你们互相整 互相整 你才不能问鼎他的权力啊 如果你让你们都团结起来 是吧 民主选举 那你肯定就要说他 就他这个执政能力应该下台 是吧 你就没有精力和他斗 然后兜去了以后 他来裁决啊 所以今天这是很大的条消息 这是这个万维网转发的 说文革回魂 中国重回全民抓特务的时代啊 传统军警系统 尽召海归自渔 连普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呢 向他们关上大门了 其知习亲属呢 也受累 不能投考这些部门 就现在呢 你要想当公务员 当警察呀 把重要岗位都进行证审啊 插三代 就是防止你是敌对分子啊 这个就仿造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时候 习近平不是倒霉 受他爸爸牵连吗 他就定位黑五肋 所以就给他赶到乡下去了 后来他上大学 公务名学员上学的时候 还得让大队党支部书记写坚定 你看他把这个痛苦忘了 现在开始整别人了 仿造毛泽东 学习抗生 整其他老百姓啊 说官方更发起了全民的烦 抓间谍运动 对有海外关系的公民进行监视 你像咱们有亲友在国内 那肯定度将来都是他们 揭示对象的啊 就是你们都大家都一样 凡是有海外关系的 以后就要受苦了 现在这场运动开始了 并在中小学校鼓励学生举报 父母亲属 刚才看张照片啊 幼儿园里 组织这些阿姨啊 传达这个间谍法 关于抓间谍的动员 你看幼儿园都是这样 让小孩从小就检举 盯住了自己的父母 是不是特务和间谍啊 有体内人士表示 体制内人士表示 早前火箭运高层的留学子女中被撤反 中共胆颤行进啊 据中国公安部最新的公开宣传显示 中国的反间谍机构 将海外侨民和留学生欧美的中国公民 都看成是可能被敌律势力招募的间谍 出传统的军队员警警员 安全部门尽召非公派留学生之外 普通的公务员考试 事业单位招聘 就你进事业单位当公务员 都要擦三代 要求参加考试的人进行什么呢 这个政治审查啊 就看你有没有家族受到政治破坏 对共产党恨不恨 找这样人 此外呢 引进海归人数 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重点领域各个大学 还有研究机构 未为知识分子 海归回来了倒霉了 也被国安列为抓特务的重点区域 8月以来中国国安的宣传 甚至要求在中小学中开展运动 提高警惕 甚至鼓励他们举报自己的父母和亲属 文化大学不就这样吗 小孩都举报他的爸爸 举报完以后都枪毙了 现在有个长大了以后 回想过去非常内疚惨惨惨 后悔啊 习近平现在又把这套东西 毛泽东当年搞运动的办法都拿回来了 体制内的执行者匿名向自由亚众电台 表示啊 这次引发全面的严管 可能源于火箭军泄密事件 目前呢 体制内流行的版本是呢 火箭军高层的子女在海外留学期间被策罚了 他表示目前北京周边呢 省市严格控制留学生考公园 因为外传不是说李玉宾他的火箭军是李玉宾的儿子 不是吗 就是这个儿子叛变了吗 他说已经不让留学人员考公了 考公园了 就因为这个二炮 就火箭军的孩子被策罚了 也可能是傅小天真被策罚了 是算命间谍 中共翻脸了 他说就在他的那个监章里面有针孔摄像头 没有秘密可言的就是他的儿子策罚了以后啊 就在那个他爸爸那个就是那个监章 有能耐的外国他就能留下啊 回来都是外边混不下去才回来 就你出国留学有点本事你都留下来 今天我出去办事也看到一个小孩啊 这个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在这准备留在这呢 他说暂时留在这里 还得犹豫也是二十多岁啊 也是移民出来 因为这里你要一般来讲有一些这个系统 你比如说商场啊银行啊小卖店啊等等 一些地方都有些比较少的会中文的是吧 你看中国脸基本的留学生啊 由这里留下来的啊 是为了占家族的光啊 就是说有一些小孩可能想回去是吧 而且你看就上海二十多万国际学校 呃你想上海的遥号你想想吧 还是要送走就有些老百姓不听习近平下回忧 还是要把孩子送去读书啊 说江苏医疗从业者叫刘晓正史 目前上海还在招聘海归人员 但是有些省市还在招聘 就不理习近平这个胡子 但习近平现在已经开始搞起了一场运动啊 开始这个鼓动全民抓特啊 搞得是鸡飞狗跳人人紧张啊 另一条消息刚才看到了啊 刚才讲到了这个整个霸州 招职老百姓鸡汉交合啊 刚才看到一个小视频是台湾电视台报道的啊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应该是真的啊 讲到内蒙古有一个小女孩结婚 然后就就叫她在东北的 她没讲东北哪个城市啊 有一个闺蜜 就说我给你出机票的时候 你来参加我的这个婚礼 她就去了 结果上台表示祖国讲话的时候 讲讲哭了 怎么哭了 东北的小孩讲她说我看到内蒙古高兴坏了 你这碗里盘子里都是肉 所有的菜都有肉 激动的不行流眼泪的 不知道真的假的 难道东北真穷成这个样子 我想可能夸张了一些吧 是不是她是比较激动 在家里看的吃得很好啊 小孩可能在东北不知道在哪个城市 是不是不像以前在胡温那个时代 钱很多 爸爸妈妈经常给他们买肉吃 肉少的 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看台湾电子在报道啊 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老百姓的艰难 但是西平是在大撒命 你看 刚刚看到的消息 四平 西平宣布 中国为全球发展倡议提供 100亿美元的基金 100亿美元 这多少 六七百亿吧 是吧 给大家看看 你看西平穷得色 穷卓呀 火上浇油啊 原本这些老百姓对他救灾 这个挤牙膏事 一会儿一个亿 一会儿两个亿 舍不得拿钱帮助自己老百姓 却又搞了100亿基金 这次出去送金砖 不是报金砖 是送金砖 所以这个一定是激怒中国的老百姓 你想就在这个情况下 民怨沸腾 如果回来的话 一旦真的像海外自媒体报道那样 就是胡锦涛真的过世了 搞追悼会的话 一定会有些人借这个机会开始发展 搞不好就是一场政治运动就开始了 但是习近平不怕 习近平现在做好了准备 要什么呢 镇压 也就是什么呢 打仗 招兵 买马 习近平现在是铁了心 就是在部队方面下攻 主要是笼络这些军头 今天早上有一讲没有讲完 也就是8月23号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刘庆生 刘庆生在中国国防报上发表了文章 这习近平正在这个 好 大家 好 大家听听也行 你看习近平大撒币 现场的情况 现场的情况 这个就不去多讲了 因为刚才已经谈到了 就是习近平现在给我的感觉 是一路一股道走着黑夜 无视中国老百姓的民怨沸腾 好像他也不怕 他心想不行我这样 我们来看看这个疯狂网报道的 为备战打仗提供高质量的源头祸水 就老百姓的生命就是草芥 叫祸水 文章提到坚持战斗力 这是唯一的标准 推动征兵由偏重平时向战时转 转型了 突击一线急用 岗位急缺 做到打仗需要什么 什么兵就招什么兵 你看见没有最为打仗 一个背景是 目前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开始 据安排 今年下半年征兵从8月45号开始 到9月30号结束 可能以后就要强制你了 你不去不行 吓死人了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都是军改后设立的新部门 主要职责在于精简长臂军的同时 加强国防动员建设 增强国防实力 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 你看 打着7号的国家安全 骗 就像当年我帮我参加抗美援朝 不就骗吗 我爸爸都不知道那是区略战争 是李承晚 李承晚是南朝鲜 李朝鲜是金城 金城区略人李承晚 李承晚他管朝鲜的南部 结果他骗中国人民是什么 是美国主义群里我们的国土 打到鸭绿江边了 再不去保卫的话 就会吃什么 吃二边苦 遭二叉罪 就骗中国老百姓 我妈我到死都不知道 那是联合国军队 还以为真是美国佬 就美国军队 其实打的是联合国军队 这都是旧的话题了 我们看今天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2016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介绍 组建军委国防动员部了 旅行组织指导国防动员的后备力量 建设之能 领导管理省军区 有利于从战略层面加强对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的组织领导 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防动员系统一个举措了 也就和平年代让习近平下折腾结束了 现在准备打仗了 盛斌是军委国防动员部的首任首长 就成立新的部门叫国防动员部 盛斌是谁呢 曾任四十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 三十九军军区副军长 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 后来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6年任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 22年刘发庆接替盛斌担任了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 在这履行之前 刘发庆为陆军副司令员 你看他又换了人 就换成自己的嫡系 开始动员老百姓上战场了 说今年1月18号 23年全国征兵电视会议召开 对今年两次征兵 现在一年征两次 开始抓壮丁了 说新闻画面写是刘发庆出席 给大家看 这就是刘发庆 看见没有 刘发庆 左边做刘发庆 又开始了 就像乌克兰战争一样 将来会有很多年轻人死在战场上 这就是西米要搞得名堂了 你看 二十大报告强调如期实现建设100年的奋斗分标 要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成世界一路军队 你在一路军队中打败美国呀 你就吹什么牛 是不是 你看俄欧战争你就知道了 俄罗斯打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啊 他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国防和军队深入 改革深入 征兵工作开始发生变化了 4月1号 习近平发布了这个 签署的命令 修订后的征兵工作条例 5月1号实施了 这是征兵条例第二次修改 第一次修改是 它的发布在1985年10月20号发布 01年9月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这是第二次 最新修订的条例里边讲 国务院中央军委建立全国政兵工作部 联席会议制 协调统一全国政兵 开始要准备打仗 要和美国人家比拼 或者要打台湾 应该要以为开玩笑 所以为什么李嘉诚李兆基督跑了 把房子卖了 你打几仗了以后 你香港 军机轰炸完以后一片废墟 北京上海 怎么可能楼四豪呢 对不对 自2020年起 他说 中国有一年一次征兵 变成一年两次了 看见没有 实行一年两次征兵 两次退役以后 征兵失去分威 上半年和下半年有两次 变成常态化了 今年上半年征兵从2月5号开始 3月30号结束 下半年8月4号开始到9月30号结束 目的是什么呢 准备打仗 而就这一次的征兵呢 特点是什么呢 像 有平时像战时转型 就需要一些战斗需要的集用的人才 叫什么呢 一线集用 岗位紧缺 做到打仗需要什么兵 就征集什么兵 所以优先批准呢 理工人大学生上前线 以后你读了大学 以后人给你派到前面打仗了 所以抓紧制定完善地方法规 和相关配套措施 以后你呀 刚开始动员 后来你要不当兵去抓 一定是这样的 俄罗斯不就是 你看这里讲 严谨借征兵自己吃拿卡药 严谨利用征兵进行任何行则 商业操作牟利 持续释放高压 研制强烈信号 就防止有些人当兵啊 这里有些人不挣之风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不想当兵 给俩钱 可能让你当兵 给俩钱不当 那不行 或者是有些人想当兵 以前当兵都很紧俏 是吧 你想当兵还得给你好处 再能当什么 这个 叫重点领域的兵 文艺兵是吧 舒服到不定 催大弹唱 跳舞唱歌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班就有两个抽调到 这个南京进去 是吧 跳舞唱歌 以后就没有这事了 你看他讲了 山西省省长 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金向军 上海市市长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公正 也就是省长担任这个领导 然后就讲到什么 讲到这一次的招 这个 招兵啊 这个 吸收军人啊 叫重点培养什么 吸收 这个 大学生 你看 金向就是提到 山西将退役大学毕业生 纳入全省干部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公务员国企定向招募比例 将高级技术人才和大学生同等对待 对退役复兰军人 在学历升级 升口 对口升级 计划担着给优待 就是你大学生 你要是当兵退役以后 你可以当公务员 给你点好处 共证提到 上海完善对大学生毕业生和高科技人才的优待政策 建立全阶梯式优待优福机制 你想这是很好 但你想你能不能活着回来 你看俄乌战争死了多少 三十万 不到两年了 三十万年轻的生命化被昏 尘土 然后人那个当官的 像习近平 普京 就给你胸前挂个招 就像我爸爸四枚招 我爸爸没死回来 四枚招在上面 战斗英雄的 他按照级别的 有的时候不一样的功劳 根据表现 可是你给你四个招 得到晚年 你不是还过得很凄凉 共产党一看 和平年代就翻脸了 不跟你当回事 我爸爸那张不知道哪去了 但是我有照片 现在有照片 我爸爸在做的 身上那张都在那放的 那是货真价实的 我要这样的 什么 就当官都是这样 就忽悠你一个年轻年代 利用你青春期 为达到他们的目的 骗到战场 如果你死了 反正是家属也许能称为烈死 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即使是烈死 你待遇也不是很高 对不对 就不像美国加拿大 是靠法治来保障 这些当兵的佳人 能够有丰厚的物质待遇 中共国不是 领导人的一世一个令 你看前几年习近平下令 打击维权的老兵 抓了多少 老兵还判刑了 是吧 老兵从云南开始 一直走到北京 这才几天的事 正好我办这个节目 我记得我发过四个视频 就讲了老兵的事 就呼吁为他们维权 现在你看 当时他不解决 现在开始解决老兵待遇了 因为他知道要利用到老兵 利用这些当兵的上战场 这就是适用主义 所以他这个大忽悠 导致什么 中国的和平年代结束了 有好日子不过 穷得色 一直得色到今天 和平年代给我的感觉 似乎终结了 搞不好要进入一场战争 而眼下 习近平从南非假如能 顺利回来 首先要面对的国内 严峻的形势 包括胡锦涛 到底这个事情是真 还是假 文家宝拒绝参加智商委员 是真假 有待证实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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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